三十张电动医疗床陆续从货车上搬下来 在送进老人养护中心前至工医检查 有故障处赶紧修复 这里是新竹一家私人的老人养护中心 他们因设备老旧准备台换 因此向慈濟环保护制中心提出申请 安养中心老人养护所 有时候二三十年才换了设备 而且二三十年间的设备 都是属于比较老旧或手摇的 刚好这次有机会能够更新他的病床 本来是要报废的东西 现在变成说缘续他的悟命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机构在泰换的资金的经费上 是有一定的额度 实际基金会这个团体 扶居团体把我们做泰换的一个动作 对于住民或是机构的照顾者 都是非常的有很大的辅助效果 除了电动医疗床 轮椅也是长辈最好的代步工具 志工同样助一臂之力 提供他们的包括了病床之外 我们还甚至提供了全新的轮椅 那全新的轮椅是我们一位好朋友 他发心来捐助的 来帮他们做一个泰换 那对他们对我们都是一个加分的动作 回收辅具延续勿命 实践环保与助人兼聚的理念 也让漫漫长照路 因为爱不孤单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新竹报道 感谢观看